俄罗斯入侵举动让外界谴责跟制裁声浪不断 现在连影视圈跟体坛也都纷纷加入制裁行列 包括了迪士尼、索尼跟华纳都宣布 暂停在俄国上演电影 而国际足球总会跟欧洲足球总会联盟 也将禁止俄罗斯的国家队跟球队参与所有的国际赛事 而一项中立的瑞士也出手制裁俄罗斯 包括冻结部分俄国个人跟企业的资产 现在已经让俄国陷入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 迪士尼芯片《青春养成记》即将上映 但俄罗斯人却看不到了 迪士尼公司宣布暂停在俄国上映电影 成为第一家抵制俄罗斯的好莱坞制片厂 尽管俄罗斯不是像中国和美国电影市场一样庞大 但迪士尼的举动可能会促使其他电影大场效仿 体坛方面也开始抵制俄罗斯 国际足球总会和欧洲足球总会联盟 发布联合声明将禁止俄罗斯国家队和球队参与所有国际赛 等于是将俄罗斯提出今年的世界杯 另外国际奥委会也建议 国际体育联会禁止俄罗斯与白俄罗斯选手比赛 而美国持续加强制裁 28号起禁止美国公民与俄罗斯中央银行进行任何交易 并对俄罗斯一个重要主权财富基金实施制裁 另外一向保持中立的瑞士如今也打破原则 宣布出手制裁 瑞士寄出的制裁 包括冻结部分俄罗斯个人与企业的资产 总统普丁 总理及外长等人都在制裁名单内 同时对所有俄国飞机进行 只有人道援助 医疗或外交用途可以例外 而亚洲方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决定对俄罗斯追加制裁 将限制与俄罗斯中央银行的交易 南韩也将收紧对俄罗斯的出口管制 禁止对俄国输出战略物品 并且加入西方国家行列 将部分俄国银行 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支付系统 新加坡则强烈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表态将制裁俄罗斯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加入制裁 莫斯科也陷入金融危机 俄罗斯银行出现挤兑 卢布和股市重贬 交易所被迫暂停股票交易 现在甚至连电影和球赛都恐怕没得看了 俄罗斯民众恐怕万万没有想到 普丁发动的一场战争 后果却是人民来承担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道 各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已经陆续到位 包括了波兰 保加利亚 还有就是斯洛伐克等邻国 捐赠的70多架战机 都将陆续运抵 还有欧盟跟成员国的德国 也罕见的打破冠例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印证 俄罗斯的军事攻击尚未停歇 乌克兰不断传来新画面 显示进内遭炮击的地点 还在持续增加 各国决定加码对乌克兰提供 更多军备援助 全球各国展开资金或军备援助 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就最新宣布 即将获得波兰 保加利亚 与斯洛伐克等邻国 捐赠的70多架战机 欧盟与其成员国 德国也罕见的打破惯例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应战 而美国则是提供超过10亿美元 约核心台币280亿的军事援助款项 而澳洲同样提供资金 协助乌克兰购买军火 亚洲方面 日本也向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 大约新台币28亿的紧急人道援助 乌克兰的救援行动 然而这些对于家园被毁的乌克兰来说 还是不够 泽伦斯基开口欢迎 有参战经验的欧洲人 加入抵抗俄罗斯的战斗 让丹麦和拉脱维亚等国家 开放国民自愿前往战区 加入乌克兰部队 各国政府有所动作 民间企业也不遑多让 SpaceX的知心张马斯克 在48小时内 将旗下的新链卫星 送往乌克兰 支援当地的网络通讯服务 甚至连近期兴起的加密货币 都成为了乌克兰政府 购买军备食品的交易工具 而这场战争牵动的影响层面 依然在持续扩大 欢迎新闻刘谦文综合报道 我们带您持续关注乌俄开战 而在无情的战火下 最无辜的就是老百姓 很难相信一夕之间 大家沦为难民 乌克兰人民该何去何从 根据联合国表示 目前大约有52万的乌克兰难民 逃往邻国 包括波兰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匈牙利 以及摩尔多瓦 都张开双臂 接收乌国难民 同时欧盟也放宽难民规定 开放乌国难民 可以到欧盟成员国 逃离战火 民众排队想要赶快上车 离开乌克兰往邻国波兰 烽火连天 乌克兰人一戏之间成难民 他们对未来能去哪 毫无头绪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指出 大约有52万乌克兰平民逃往邻国 还有更多难民正在越过边界 前往西部邻国 如波兰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匈牙利 汉摩尔多瓦 而波兰目前也接收了超过 28万乌克兰难民 波兰当局表示 每天大约有5万人抵达波兰 自2014年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 就有超过100万乌克兰民 重在波兰定居 联合国表示 截至当地时间27号 其他国家接收难民的人数 其中 索牙利接收了超过 7万1千名乌克兰难民 而罗马尼亚 汉摩尔多瓦 则收超过4万人 斯洛发克则表示 收超过1万7千人 而为了让乌克兰难民 能有安身之处 欧盟放宽了对难民的规定 并表示欧盟成员国 欢迎难民的到来 有欧盟官员表示 欧盟目前正准备计划给乌克兰难民工作权 以及让他们享有社会福利 欢迎新闻谈跟您综合报导 一起来掌握全球疫情的最新发展 欢迎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首先看到国内 1号新增4例本土感染 40例境外移入 没有死亡个案 国际疫情方面 日本新增5万1千多例 3月1号开始放宽边境政策 不过一天只开放包括日籍人士共5千人入境 虽然如此 还是让许多异地婚姻 留学生等相当期待 南韩实行与病毒共存后 疫情居高不下 依旧新增13万多例 当地媒体报导 当局推行亲证患者居家治疗 近日却传出各例都有染疫猝死的病例 印度新增超过6千多例确诊 当地专家表示 印度的第四波疫情恐会在6月开始 并在8月中下旬达到高峰 越南新增突破10万例 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5月将在当地举行 这项区运动赛事的登场 也将是越南对外展示迈向新常态的一环 一年新增25000多例 当局正式将中国的国药集团疫苗 加入到授权的加强剂名单中 而当局表示 全国各区的民众都可以施打加强剂 中国新增200例 其中本土确诊有75例 两会即将于本周登场 市场分析 考量疫情后复苏等压力 经济要回归常态化 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目标将定在5.5% 美国新增32000多例 眼看全国境内的疫情趋缓 纽约州表示 当地时间2号解除学校强制口罩令 法国日增13000多例 当局已经取消学校口罩令 而接触到确诊者的儿童 需在接触的两天后进行检测 英国新增82000多例 当局数据显示 2020年3月到同年9月期间 因染疫而死亡近2万例 是英国的三波疫情中最严重的 德国新增9万5千多例 从2月27号起 当局将9个欧盟国家和25个非欧盟国 从高风险国家名单中剔除 这些国家的旅客只要出事 完全接踵证明就可入境德国 俄国入侵乌克兰面临强大制裁 目前在国际处境上也越来越孤立 马上要带您关注的是乌俄开战最新进展 乌克兰跟俄罗斯谈判代表 28号结束战事爆发以来的首轮和平会谈 各自反国进行磋商 双方计划还要进行下一轮谈判 俄国代表团表示 双方下次谈判将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举行 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丁强调 只有达成三项攸关俄方安全利益的条件 才有可能解决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和俄罗斯在28号展开首轮和平会谈 谈判顺利落幕 两国也规划继续进行下一轮谈判 无方在会谈中要求撤出所有俄罗斯军队 包含从2014年占领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撤出 不过接下来双方将会各自反国进行磋商 而下一次谈判预计会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宏持续扮演调解人 28号与俄国总统普丁进行通话后 克里姆林宫指出普丁向马克宏强调 只有达成三项攸关俄方安全利益的条件 包含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以及乌克兰保证中立地位才有可能解决乌克兰问题 不过基辅当局一再强调不会弃邪投降 因此普丁喊出的三大条件 看起来短时间内不会达成 欢迎新闻孙玉玲综合报道 乌尔开战进入第六天 联合国28号召开特别会议 要表决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决议案 而在大会当中联合国秘书长严肃呼吁 赶快停止战争 乌克兰驻联合国则是公布 一名俄国阵亡士兵 他与母亲最后的通讯图 场面相当哀气 另一方面欧盟日前表达 希望乌克兰加入欧盟之后 乌克兰总统随即就大动作在IG上 公布正式签署加入欧盟的文件 同时八个中欧与东欧元首也呼吁 欧盟尽快进行乌克兰会员资格的审查 联合国28号召开特别会议 各会员国代表先为乌俄冲突的罹难者 忘了一分钟 这次会议焦点在于表决 谴责俄国侵略乌克兰的决议案 联合国秘书长警告 要战争赶快停止 而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手持一张手机截图 他说这是来自一位已战死的俄国士兵 在他死前他和他妈妈的最后通信 乌克兰代表一字一句念出这位阵亡 俄国士兵生前面对的无助与恐惧 控诉俄国侵略的举动 不只杀害许多无辜的乌克兰民众 也让很多俄国家庭天伦梦碎 但在场的俄国代表仍坚持 他们挥军乌克兰 只是保护乌东分离地区的居民 联大召开特别会议 在历史上非常少见 自联合国创立以来 这是第十一次大会开特别会议 战事陷入胶着乌克兰想尽办法增加盟友 以获得更多支援 日前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赖恩 曾透露希望乌克兰加入的讯息后 乌克兰就加大动作 总统泽伦斯基28号在IG上表示 他已签署申请欧盟的文件 希望加入欧盟以对抗俄国 路透社报道 就在泽伦斯基贴出申请文件不久 中欧和东欧八个国家的总统 也发表公开信 呼吁欧盟立即开启 乌克兰成员资格的谈判 然而其他欧盟官员指出 加入欧盟的过程需耗时数年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快速通关程序 环宇新闻谭根尼综合报导 正当各国祭出严厉经济制裁 一方面又紧急撤离当地的朝明之计 中国大陆的撤侨计划好像停滞不前 根据北京当局最新声明当中 依然是没有直接点名普丁的侵略行为 但也不愿意见到专制国家 跟西方国家的对立持续深化 这也显示出中国当局 在乌俄战争的立场有多尴尬 就在各国陆续从乌克兰完成撤侨行动时 中国的撤侨计划依然停滞不前 北京当局在乌俄开战第二天 一度想以包机的方法撤离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 但此计划已经被搁置 目前官方公布的最新方法 是与波兰和圣牙利等乌克兰邻国协调 鼓励公民们自行前往 对中国来说 乌俄危机测试的不仅是紧急时刻的应变行动力 更能够揭露中国与俄罗斯之间 究竟还处在交易互惠层面 还是有更深层实质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从俄罗斯总统普京 法国总统马克龙等领导人通电话 指出中方支持俄方同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呼吁各方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 通过对话协商 寻求乌克兰问题的全面解决 自乌俄冲突发生以来 中国政府从未直接批评俄罗斯行动 还在联合国近日要求普丁停止战争的决议案中 两次弃权投票 另一方面又不断喊话 要各界以和平谈判代替军事作战 谨慎的态度被认为是在乌克兰议题上 试图于羽雄斩兼得 既不得罪西方也不触怒俄罗斯 毕竟国际局势若真的因为乌俄战争 而进入两极化的新冷战对抗时期 对中国来说也是必大于利 冷战早已结束 基于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应当平气 挑起新的冷战 更是有百汉而无疑力 乌俄冲突能够及早和缓落幕 对各国都是上策 就目前形势而言 要将当前的中俄关系视为终极联盟 也还言之过早 欢迎新闻 刘千文综合报道 外界非常关注普丁有没有可能动用核武 根据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指控 俄军动用日内瓦公约禁止的真空弹 试图要重创乌克兰 以上是马卡罗娃大使的言论 是在跟美国国会议员见面之后 他告诉媒体记者的 提到真空弹又名炸弹之父 也就是利用周围空气内的氧气 引发高温爆炸 导致附近瞬间都成为真空的状态 可以把附近一切物体烧成灰烬 甚至还能使人体蒸发 白宫方面表示 看到了相关的报道 但是没有办法证实这个消息 换个镜头 我们来到了澳洲 分不清楚是路面还是河面 这是澳洲东部 历经了空前的洪水侵袭 导致多人伤亡 重灾区新南威尔斯省的利斯摩尔地区 更是超过上万位居民紧急撤离 总理莫里森表示 这个城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洪灾 车子浸泡在洪水中 雨水猛灌街道 也因为大烟水 速食店都只剩下二楼的招牌 快艇纷纷出动 救出受困民众 在澳洲新南威尔斯省的利斯摩尔 26号降下暴雨 流线洪水达数十年来最高水位 当局紧急撤离居民超过1.5万人 我在等我父亲 我父亲和父亲 两个狗 从南威尔斯省的利斯摩尔 不只是人 狗也被这洪水吓得惊慌失措 澳媒报导这次的雨量惊人 有些地区24小时降下超过750毫米刷新记录 在利斯摩尔斯省的利斯摩尔 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 在极端气候肆虐下澳洲的小城市竟发生如此豪大雨 而在太平洋西部的美国也不敢掉以轻心 美国国家气候当局2月中曾发布报告指出 预测美国沿岸海平面到了2050年上升约30公分 届时沿海城市面临的宏换频率恐增加 气候边界已向人类敲响警钟 欢迎新闻谈跟您综合报导 全球紧密关注的乌尔双方首次谈判 在当地时间2月28号晚间在白俄罗斯结束 双方各自返回首都要进行磋商 5个小时的谈判并无明确的结果 但双方谈了什么呢 先来看到的是普丁的诉求 为了保障俄罗斯安全核心利益 他要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还有乌克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要确保乌克兰的中立国地位 好 至于乌克兰方面也提出了两大诉求 就是立即停火俄罗斯撤军 目前双方代表各自反国要进行磋商 并且也计划将进行下一轮的谈判 俄国代表团表示下一次谈判 将会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要来举行 而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目前联合国大会也召开特别会议 表决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决议案 另外随着欧盟对俄罗斯态度是大转弯 决定共同向乌克兰军队支援 最新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也正式签署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文件 带你来看乌尔最新的战情报道 乌克兰和俄罗斯在28号展开首轮和平会谈 谈判顺利落幕 两国也计划继续进行下一轮谈判 接下来双方将会各自反国进行磋商 不过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各界都是无法忍受的 联合国大会罕见召开特别会议表决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决议案 这是联合国77年历史上的第11次大会特别会议 100多国代表渴望轮流发言 3月2号会中将表决是否通过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军乌克兰的决议案 虽然这项决议案不具有约束力 但是足以显示俄罗斯目前的孤立程度 另外欧盟也是持续声援乌克兰一改过去分歧观望 甚至有官员表示俄罗斯让欧盟前所未有的团结觉醒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除了表示感谢 甚至在28号正式签署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文件 并要求乌克兰能根据欧盟的特别程序 立即获得成员国资格以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一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 欧盟领导人可能会在3月的非正式峰会上 投论乌克兰加入的可能性 并补充这个问题对于乌俄就结束战争的谈判非常重要 然而其他欧盟官员指出 加入欧盟的过程需要好几年 而且不存在所谓的快速通关程序 欢迎新闻孙玉玲综合报道 就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刚结束 乌克兰首都基辅又遭到俄军炮击 难道俄国是在玩两手策略吗 有外媒记者表示 当时的爆炸威力强大 连饭店的窗户都因此摇晃 同一时间俄军也持续向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开炮 造成当地手无寸铁的民众伤亡 有外国官员指出 如果俄罗斯迟迟无法拿下乌克兰 恐怕会发生更多随意攻击的事件 市区内各地超市大排长龙 乌克兰首都基辅2月28号解除36小时宵禁 民众赶紧上街采买物资 但就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谈判刚结束 基辅在台湾时间3月1号凌晨零时40多分 传出巨大的爆炸声 城市的警笛声也疯狂响起 位于基辅的外媒记者表示 爆炸当时他在当地感受到剧烈震动 且屋内的窗户都在摇晃 战事进入第6天 乌俄双方仍日以基业交火 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2月28号再遭俄军炮击 造成一名女性平民死亡 另外有31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 开战5天以来 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领土发射56枚火箭炮 和113枚巡异飞弹 他也痛批俄军向没有任何抵抗力的住宅区开火 此外 泽伦斯基也宣布 从3月1号开始 任何希望进入乌克兰 与俄罗斯作战的外国人 都将获准免签入境 而有西方官员坦言 如果俄罗斯无法取得进展 恐怕会增加风险 尤其是在基辅和哈尔科夫 使用火箭和管状火炮随意攻击的风险 但也有官员表示 俄军遇到严重的后勤扶给问题 使他们迟迟无法实践入境目标 这也证明乌克兰人的抵抗非常有效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导 俄罗斯入境乌克兰各界选择和制裁声浪从没断过 在体谈方面 国际足球总会和欧洲足球总会联盟 发布联合声明宣布 将禁止俄罗斯国家队和球队参与所有的国际赛事 这连一向中立的瑞士也看不下去出手制裁俄罗斯 包括冻结部分俄国个人与企业的资产 所以目前在西方制裁之下 俄国陷入了金融危机 银行出现了挤兑潮 俄罗斯货币卢布也重挫了近三成 交易所也被迫暂停股票交易 俄罗斯的专家惊讶地表示 没想过西方国家会如此下重手制裁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世界杯足球赛 是各国都在等待的赛事 不过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国际足球总会以及欧洲足球总会联盟 发布联合声明 将禁止俄罗斯国家队以及球队 参与所有国际赛直到另行通知 这等于是将俄罗斯提出今年的世界杯 另外国际奥委会也建议国际体育联会 禁止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选手比赛 显示体坛也开始抵制俄罗斯 而美国也持续加强制裁 美国财政部表示 28号起禁止美国公民 与俄罗斯中央银行进行任何交易 并对俄罗斯一个重要主权财富基金 施以制裁 另外一向保持中立的瑞士 如今也出手制裁俄罗斯 瑞士将采的手段 主要是经济制裁 包含冻结部分俄国个人以及企业的资产 俄国总统普丁总理外长都在制裁名单内 瑞士也将对所有的俄国飞机进行 经有人道援助医疗或外交用途可例外 瑞士总统卡西斯直指 攻击乌克兰是对自由以及民主不可接受的攻击 而亚洲国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已经决定对俄罗斯追加制裁 将限制于俄罗斯中央银行的交易 南韩也将收紧对俄罗斯的出口管制 禁止对俄国输出战略物品 并且加入西方国家行列 将部分俄国银行 组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支付系统 新加坡也强烈谴责俄国入侵 乌克兰的行为将制裁俄罗斯 同时也将捐赠10万美元 协助乌克兰人道援助行动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加入制裁 俄罗斯也深陷金融危机 俄罗斯银行出现挤兑 卢布以及股市重贬 交易所被迫暂停股票交易 俄罗斯民众恐怕万万没想到 普丁发动的一场战争 后果却是人民来承担 欢迎新闻孙玉玲综合报道 乌尔战火延烧到第六天 各国持续援助乌克兰 包括丹麦 拉脱维亚 都同意国民自愿参战 同时加拿大也宣布 加码军备援助 要提供更多致命与非致命的武器 以及弹药装备 期盼能够帮助乌克兰继续抗战 乌尔第一阶段谈判落幕 俄罗斯似乎不打算和平撤军 因此各国仍积极援助乌克兰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2月28号宣布 增加向乌克兰运送的 第三批致命武器 而加拿大总理会继续抗战 此外挪威政府28号也在一份声明中提到 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这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最新一个这样做的欧洲国家 而日前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公开向国际喊话 呼吁外国人士前往全球各地乌国大使馆 报名加入国际军团 帮助乌克兰抵御俄军 截至目前 已经有丹麦 拉脱维亚等国 开放公民参战驻乌克兰 丹麦总理指出 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出的选择 而拉脱维亚国会投票一致通过 允许国人自愿前往乌克兰参战 至于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虽然表态 支持英国公民前往乌克兰参战 但遭到不少议员批评 指出任何去乌克兰作战的英国公民 都会违反1870年通过的外国征兵法 并构成刑事犯罪 该法律规定 任何英国公民加入外国军队 并与和英国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作战 都属于非法行为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导 正当恶乌战火延烧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指派的跨党派访问团 今天来台了 五位访团成员都是重量级的前官员 外交部长吴钊燮下午也亲自到松山机场接机 虽然访团前后只停留30个小时 不过将会拜会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苏贞昌等重要官员 也让外界分析拜登就是要借此展现对台湾的重视 破除弃台论的谣言 美国行政专机再度降落台北松山机场 代表拜登的访问团抵达台湾 一下飞机先碰手肘打招呼 外交部长吴钊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美国访问团 从肢体语言看得出来一行人仿佛多年不见的好友 而这次来的有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 前国防部政策次长佛洛诺伊 前白宫副国安顾问欧苏利文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葛林 以及麦艾文 美国总统拜登派出了资深的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 预计在台湾是停留30个小时 那据了解呢这段期间他们将会住在台北的万豪酒店 根据了解俄乌开战后 拜登才决定派出访问团来台 慕伦一行人3月1号4点多抵达台湾 3月2号总统蔡英文上午在总统府接见访团 双方就台美关系以及国际的区域局势等各项重要议题进行深度交流 下午的时候美国参访团会拜访国防部长邱国正 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晚上总统将设宴接待 而参访团一行人10点就会离开台湾停留约30个小时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酸溜溜的说 美方派任何人来台都是徒劳 闪电访问台湾行程 府院高层腔调代表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外界也分析是为了破除弃台论的说法 不过也有人认为是因为2024的对手共和党的蓬佩奥将来台湾访问 因此拜登才决定抢先一步派人来台 也让这次访问团背后的目的有更多想象空间 环宇新闻 客观程杨纸玉 泰标报导 进一步来探讨就在这关键时刻 拜登政府派出重量级前官员访台 只待短短不到两天就离开 闪电来台难道是台湾情势很危急吗 或是美国弃台论持续发酵 美方用行动粉碎谣言呢 加上美国前国务卿庞佩奥也将访问台湾 拜登是刻意抢先派访团来牵制的吗 带您来看我们这么说newstalk 我想这次这个五个人的访团 其中三个人是这个军事专家 两个人是国安专家 当然是有它的象征意义在 那我们看到这五个人里面 有两位曾经是在国安会是负责整个亚洲的政策 那其中另外一位michelle florenoy 还曾经被传为就是国防 就国防部长人选之一 所以当然这个挑选不会是偶然的 我相信在这个时间点也是希望可以对于台湾也好 或对区域的其他的美国盟友也好 做一个信心喊话 让他们知道说即便这个区域情是动荡 但是美国对于印太安全的一个承诺仍然不会改变 我们从过去美国介入台海两岸紧张的时候 如果台海真的紧张 美国不只会派一团官员 而且有些还是退休的官员到台湾来 他还会派现阶的官员去北京 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美国的做法的时候 只看到美国派了一团退休的高阶官员来台湾 应该不能把它率而解释成为 说是中共对台湾的这些军事压力变大了 所以呢才会有这个团派到台湾来 不太可能在2月24 俄罗斯正式入侵乌克兰之后 在3月1号已经抵达台湾了 这五个人不会没事在家里 就是心里准备的好好的等待美国政府 号召他们要到台湾去访问 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的情收 向来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国内的许多蓝营人士 包括赵绍康 包括吴思怀等等 都在用各种的方式在散播所谓的疑美论 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在这个时候要特别派出一个这么高层级 而且是一个具有国安背景的一个层级的访问到台湾 意思就是要去粉碎疑美论 我认为他们会不会传达一个讯息 其实不是重点 如果有很急迫的讯息 当然我们也有AIT 有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随时都可以传达 然后我们其实跟AIT的沟通管道也是非常畅顺 所以其实今天我觉得他们是这个象征意义是非常大的 就是说我们台湾当然看到乌克兰的情势 会有部分的社会的一些部分会认为说是看了会比较紧张 美方当然这次来并不是针对这些人做出的一些动作 但是我认为对我们台湾整体的一个社会的信心加成 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加分效果 美国理论上如果他表示对台湾的支持 他再派一团到台湾来应该也不足为奇 只不过说这个团去年是三四月来的 那现在在三月初就来 当然早那么一点点 一个很可能的推断 当然就是因为美国在川普政府的前国务卿蓬佩奥 在三月二号要到台湾来 美国的拜登代表团来 或许是因为怕蓬佩奥在台湾发表了哪些 非常不利于民主党政府台海政策的言论 所以呢这个代表团就提早一点出发 正好在蓬佩奥来之前把一些话代表民主党政府 把他讲清楚 这样子蓬佩奥在隔天或是在过几天 在讲一些对民主党不利的事情的时候 至少事前已经有一些消毒的这些作用在了 来关心疫情相关讯息 今天是新增四例本土个案 其中有三例都是和桃园某幼儿园相关 整起群聚事件持续扩大 累计有24人确诊 而疫情也趋缓了 指挥中心透露 长城航班机组员检疫 将缩短为5加5 那我们今天有新增44例 那有4例本土 是40例的境外移入 一日新增4例本土个案 其中北市多名宗教协会 持创团群聚相关 居隔音转阳 另外3例都是桃园某幼儿园群聚相关 整起事件至今累计24人确诊 指挥中心研判最一开始的 一家三口家庭群聚很有可能就是感染源头 那从2月17号这个20484的发病是算起 到现在也刚好已经是两个星期十四天 但这个病毒的这个一波传下一波的 间距大概就是三天左右 两到三天 所以目前来讲 当然已经至少是传了四波 桃园某幼儿园群聚 至少已经有四波感染 截至目前国内一共有15条 Omicron序列 监测中的传播链 也还有六条 人流移动势必有风险 所幸群聚情况尚可接受 世界各国陆续解封 3月1号开始也进入经济防疫阶段 国内几组员检疫措施是否松绑 也备受关注 确定就是长选航班的部分 那也是针对这个一人一户 我们这个检疫的部分 是用这条规定 那是用5加5的方式 这边指的是已经接种 三剂的这个疫苗 而且满14天的部分 本土疫情趋缓 继三月边境松绑后 指挥中心证实机组员检疫措施 也将于3月7号开始 有条件放宽5加5 但回国当天要多做一次PCR检测 增加筛检频率 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欢迎讯会红与黄培 海岸台报道 俄乌战争当中 网路上的战火也很猛烈 尤其是在推特上 不少乌克兰 击退俄军的资讯和画面 虽然是以小搏斗 但是也凝聚 激励了民众士气 强化国际形象 学者认为 这也有利于乌克兰的谈判 军事专家则说 乌克兰的做法 很值得国军借禁 脸上都是伤 在镜头前说 自己不知为何要入侵 乌克兰军方在这次战争中 抓到不少俄国俘虏 近期也拍摄 许多自白影片上传网络 甚至架设俘虏网站 告诉全世界 有多少人被逮 或是发布招详贴文 呼吁俄国士兵 投降就有500万卢布的现金 或等值虚拟货币 换算台币约152万 而对手俄国 虽然有发作战中 击毁乌军阵地的 画面来强化宣传 但在网络气势上 明显导向乌克兰一方 对内的一种宣传 或者是对外的一种 国际宣传 去借以凝聚士气 或者是建构一个 国际形象 或者是争取国际的一个奥元 其实在宣传站 或者是社群网络站 过程中间 它都是一个必要之举 学者分析 乌克兰强化宣传 虽然真实战场上 屈居弱势 但也塑造出 以小博大的形象 可作为谈判筹码 而跟乌克兰情况相似的台湾 未来要专注的 除了正规作战外 网络也成为了全新战场 相关单位 到底怎么样子 去训练自己本身 判定资讯真伪 这样的一种能力 然后去有效的 去进行反宣传 除了制作能力之外 将来也要考量到 备员的能力 比如说 我怎么样能够 把这些讯息 透过网络传播出去 或者是透过这个电视媒体 因为毕竟战争发生的时候 可能你的电视台被炸 那或者说你的电源系统 基础设施没有 那怎么样 我们有备员的设备 能够把我这些 反制的讯息 或者是正确的讯息 能够传播出去 那这也是 未来要积极准备的一件事情 俄乌战争进行当中 网络舆论的攻防 值得台湾借近 而乌军发动网络战 来打击敌军士气 也是国军未来心理战 最好的参考对象 华语新闻 郭思文 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导 俄乌开战 现在乌克兰全民皆兵 而如果今天战事是发生在台海 台湾有没有足够的战力呢 尤其现行兵役制度 只有短短四个月训练 加上到了2039年 国内一难只剩下5.6万人 都让立法院法治局认为 台湾的兵力不足 应该要实施征兵制 对此国防部也回应 任何议题都可以讨论 但是国防部目前重点在战力 建军还有备战 顶着年迈身躯 战争当前 乌克兰人民不管年幼老少 都得做好上战场的准备 也让处境相似的台湾 掀起兵役投论 不会因为打不过 现在这个时代不应该要有战争 前线的士兵牺牲了 可是每一个士兵死亡 就是一个家庭的破碎 我觉得不应该 都不希望 毕竟那是有危险的 大家都喜欢和平嘛 这是我们自己的土地 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国家当然要自己救啊 如果台海开战 愿不愿意拿枪上战场 民众反应良极 但事实是现在的兵役制度 你愿意上战场 还不一定有战力 我个人觉得四个月延长 多延长两个月还是太少 至少要18个月才好吧 18个月或者是两年 我认为说 男女生都要当兵 然后就算是身心障碍的人 也要接受需要有12天的疫情 我本来就觉得应该要当久一点 不然都没有学会什么 扎实训练的话 至少要一年半到两年 要不要上战场不好说 但现行四个月义务役 民众一口同声认为 难以对付中国武力 尤其近年来少子化趋势 预计2039年只能招募5.6万亿男 法制职出面呼吁 应该恢复征兵制或延长兵役 国力在全世界跟乌克兰比差不多 乌克兰是不反对 我们政府来实施证明事 我们目前推动的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对于一个军事训练来讲 事实上是有所不足的 就是说他可能连他所谓合格的步枪兵 这部分都有点困难 征兵我们并没有废除 募征并用 但是重点放在着募兵 但征兵要四个月一起 这也就是尊兵 任何议题 广部都可以讨论 这是个议题 但我们广部目前的重点 就是一个战力 建军跟备战 眼看俄乌战火延烧 美方为出兵支援 自己的国家真的只能自己救 台湾的兵役体制再度被讨论 欢迎新闻蔡宇智刘佩婷 台北报导 很多乌克兰民众因为战争流离失所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特别发起了企业募款活动 起初集资一千万元 期盼号召更多企业加入募资行列 双手交叠比出和平歌手势 俄乌开战后有超过五十万 乌克兰难民逃往波兰 全球出现挺乌克兰声浪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率领跨党派立委 发起企业募款活动 整个救援的行动 如果没有外交部 没有政府介入 说实在话要做到国际救援 是不容易的 在放假这三天 跟几个企业界朋友谈到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先集资了一千万 募款消息一曝光 立刻有超过十家企业热情响应 第一阶段合资捐助一千万的公司 包括车王电子 易龙电子 康书生计 浦勇建设都在内 还有立院超过二十一位立委 捐助一日所得 总计超过二十万元 期盼抛砖一遇 未来能吸引更多企业民众 共享盛举 现在这个赠灾基金会 卫福部的社公司要审核 审核完之后 我们会用最快的时间 我有要求外交部最快的时间 公布这个账号 未来两国政府在背后协助 救援团体 救援机构直接对接 华航的飞机 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 载了我们二十七顿的 我国政府捐赠乌克兰 这个人道医疗救济物品的 这个二十七顿的物品 送往这个乌克兰 台湾can help 然后我们也可以也有能力去帮助 捐款管道资讯 未来会交给外交部统筹 目前账号还没正式成立 暂时靠921正在重建基金会 当对外窗口 参观单位做好各方面规划后 会立即公布账号 让民众乐觉 而目前我国已经有36位台桥 逃离乌克兰 外交部打算在加派专车 协助撤离 还有17个人在国 在乌克兰 我们也准备第二辆 这个撤桥专车 但是不是所有17位国人 都希望离开 但我们尊重他个人自主的决定 但是我们强烈国语 能够离开赶快离开 第三辆车车 我们不敢保证 可以安全地离开乌克兰 国交部表示会全力维护在乌台人安全 之后也会进一步盘点难民需要物资清单 开放一般民众和企业自由决助 全球又行动声援乌克兰 台湾不缺席 话语新闻 李嘉倩台北报道 总统蔡英文今天接见工商团体代表 向企业喊话 呼吁帮员工加薪 也提出再生能源和电力分配两大规过 保证能够稳定供典 优异的成果 可以透过加薪的方式 让我们的劳工朋友共同分享 一见到工商团体代表 蔡总统就开口 希望企业能帮员工加薪 分享去年获利的果实 因为在政府跟民间努力下 疫情显然台湾经济 有不减反增的趋势 不过要各工商界 持续保持稳定成长的脚步 企业界最关心的还是 能不能稳定供电 蔡英文也再度挂保证 台湾绝对不缺电 如何稳定供电 蔡总统提出两大方向 像是水情好转后 将水力发电集中在夜间 尖锋时段使用 运用电价优惠调配用电尖锋 机组加快修复速度 发电量能大于厨艺量能 戴阳光电今年新增300万千瓦以上的建制 也预计有四个连岸封场可以赶工完成 种种措施来稳固供电应用 希望将台湾经济再推向新高峰 黄宇新闻综合报道 台中房价连年攀升 比起全台涨幅几乎是翻倍了 为了遏止投资客屯房 市长卢秀燕也拍板屯房税修正草案 台中市打房文真的 囤房税修正草案终于拍板 就等议会通过 自住的房屋税率维持1.2% 至于非自住税率排除企业劳工宿舍 包租代管的租赁住宅7种房屋 持有三户以下 房屋税率要从现行的1.5%提高到2.4% 似乎以上则是3.6% 最快7月上路影响8.7万人 市政府一年可以多得到4亿元的预算收入 全数都会投入 投入7年以及弱势的租屋补贴 一边拉高囤房税率 一边补贴弱势租屋 因为台中房价连年攀升 民众真的好有感 根据好实价网站统计 2012年8月台中房价指数93.06 还比全台的95.12低 不过隔年就超车全台平均 到去年9月台中房价指数 已经来到165.43 预估还会一路飙涨到12月 等于不到10年就涨超过80% 比起全台涨幅几乎翻倍 加上全市一城的房屋 都集中在3%的人手上 甚至重复交易的房子 将近一半都是两年就转手卖掉 显示囤房炒房好成绝 必定要实施的 因为很多人没有住着有齐屋 就拥有好多房 也不是自己在住 我觉得还是要扣税 这样比较公平 民众拍手叫好 目前除了台北市桃源市实施高囤房税率外 台南市也才刚通过修法 就看政府出手能不能遏止炒房 还给市民居住正义 环宇新网红视程 吴明叶百元飞台中报道 党政话题一起来看到 蓝营高雄市长人选该找谁呢 现在蓝营议员把目标 放在台北市议员罗志强身上 因为罗志强宣布不连任议员 又不能够参选台北市长 但他的声量不少 很有机会带动蓝营的气势 因此前主席红秀柱 还有党秘书长黄建廷 也特地到高雄跟罗志强合体 劝禁的意味浓厚 台北市议员罗志强的 公投徒步卸票之旅 突破520公里 第二十二天继续深入高雄 你很有诚意的展现你的态度 大家自然而然会愿意支持你 所以这是这趟行脚 我也想要表达感谢 也同时希望给在野党 还有国民党一点鼓励 不要灰心 为了台湾我们继续拼 放弃议员连任投身台北市长 党内初选遭到拒绝 但罗志强还是不断被点名参战 身为高雄女婿就有不少国民党市议员 希望罗志强可以当最强母鸡 让高雄蓝营气势再起 不管是他要选任何一个地方 我相信有意志力的人来参选 绝对都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如果他真的有意志要来高雄参选 绝对是非常有机会的 这次地方选举底下小鸡真的很着急 市议员原本劝禁前副市长李四川参选市长 结果李四川没有意愿 现在罗志强浮出台面 不仅多位来迎市议员死久交流 甚至连党部主委许福明都连两天跟他碰面 还暧昧的说一切乐观其成 就连前主席和国民党秘书长 都特地南下声援罗志强 想见党中央多希望罗志强能够参战 有这些期许也是代表对我的一个肯定 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 但是因为确实这个声音来得太快 它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我也没办法 我觉得很仓促做决定 也是对大家也是不负责任 所以我希望大家再多给我一点点时间 让我去认真的思考 蓝营从上到下积极劝劲 毕竟韩国瑜罢免后 蓝营在中南部绅士大跌 有强力母鸡至少能够带动高雄市议员选举气势 欢迎新闻林维凯 吴明夜白云飞高雄报道 从铜板市民经济 到国际贸易布局 看见新东协节目 感谢您长期的支持 现在我们全新改版 延长为一个小时 华语新闻台 看见新东协 带您更深入探讨 东协商情语正经发展